10月31号晚6点 泰国反对党人士在泰国三生火车站集会反特赦法案 当日上午反政府人士身着黑色衣服开始在三生火车站举行大型集会 泰国民主党副主席速贴特速班主持仪式 并有许多反对党领导前来参加 全泰国反政府人士聚集到三生火车站 集会人群不断壮大 截至目前集会人数已超过20万人 集满了三生路 这次集会是为了反对泰国政府的特赦法案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 张大威 泰国曼谷报道